對 當時我是在上初中二年級 那麼我其實沒有見到當時是一個小孩 而且也會比較害怕 尤其是當戒嚴令下了之後 當軍隊大批的向北京城推進的時候 我沒有親眼看到屠殺 但是我的父親見到了當時掃射的場面 那麼這是在我不記得是4號還是5號 那麼他和很多市民全是不育兒童的到街上去 來觀看當時的這個局勢 那麼他們這些人當然是可能是很靠後很靠後 但是前面有很多年輕人 是當時六四已經開槍了 當時天安門所謂的清場已經結束了 那麼他們是聚起了人牆堵在推進的這個士兵的前面 我父親就跟我講了後來 那麼大人們高喊著法西斯法西斯退回去退回去 但是這個時候呢 這個軍隊就是拿起衝動槍就向人群掃 那麼當時前面就會倒下幾個人 那麼人群散開之後 散開之後呢 那麼軍隊不打槍 不打槍之後人群又聚上來 聚上來之後還是喊法西斯法西斯 那麼繼續軍隊開槍掃射 那麼人群又倒下了又散開 大概這麼有三次 這個時候我父親在很後面很後 當然他也會躲在電線桿後面躲在後面 那麼可能就是很慶幸他沒有被打中 但是他們躲在後面這些人 趕緊的騎車就跑了 那麼還看到了有屍體的是我的大舅他們家 他們當時是住在離天安門比較近的那個居民區 他們看到是6月4日的凌晨會有這個 我們當時說的這種所謂北京的那種平板車 板車三輪車 有大批的這樣的車 從他們那個小街上過 上面都是堆著死屍